各位骑鱼爹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由骑鱼推荐的精妙江湖长局 这一旁机局如果一旦把势在街头上的话 估计百分之八九十的高手都会上当受骗 因为表面上看好像风平浪静 黑方这一边的杀招无非就是这一部近离局的绝杀 但一上手,红方这一边非常明显 兵已经占据花心,把老将困住了 虽然无法凭理兵来杀齐,黑方有炮的牵制 但一上手很多球都可以看出一部妙手 就是通过平局将弃掉双举的手段,尽力炮来作杀 好像这么一看,此局两三步齐就能够取胜 但一走起来却发现困难重重 接下来我们来一探究竟,到底狼在哪里 首先第一步齐,红方平局将也是正手 黑方这手是不会退居吃红鞠的 而是直接平炮,拦住红鞠 一旦这么走红方,又担住了抉择 对红方来说,现在如果直接退居吃掉黑鞠 黑方这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只要静底炮一将,红方就得飞向 刚好抵居就可以发挥,平局战略来一将 就是居主的绝杀 红方党兵送兵,党鞠送鞠,党炮也只能失败送炮 压根好意,根本反不住,必败 那一方这样呢,党炮的话,退居吃居不行 我进居吃炮也一样 黑方这手呢,就灭掉红鞠 下一步齐平局尸杀,近比局也尸杀 红方呢,压根就没有后续的手段来围剿 一旦这么走,也只能等着败 随一开局,但红方平局将黑方党炮之后 第二步齐至关重要 这边红方子里有一部一箭三雕的妙手 就是呢,直接平局战略 一来呢,保住刷面 防着一方这一边,近里炮造杀的同时 下一步齐又可以近局将绝杀 或近炮将尾角,创造杀起的机会 而一方之手又会何去而从呢 好像这么一看,黑方之里呢 可以直接选择平炮 打掉红方里面的兵,化险为夷 解了红方的这两头伤 当时之不然 因为一旦这么走,红方这手 趁此机会,只要选择 退狙,吃掉黑狙就行了 黑发现呢,就没有杀奇可言 这时候呢,可能也得平足吃红狙 但根本来不及 因为红方这里平炮一将 你就得逃跑 这时候虽然可以平炮,反叫炮将解杀反杀 但却守不住红方,狙炮双杀的击不齐 一旦这么走,铁定要败 所以呢,此局红方平狙战略 两头作杀的时候 黑方平炮吃兵,是行不通的 那这时候黑方唯一的正手 是选择平炮,来一将 这一来前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红方这手又不能用狙砍炮 黑方吃红狙,红方呢反倒敗 红方现在这个狙只能逃 但逃到哪里呢? 正手呢,只能平一步狙 到这个点位上 好像这一步骑士败招 实之不然 如果红方多摆两步狙 感觉呢,我狙兵尾角也一样 但你会发现根本行不通 因为一方平狙一将,你就得平涮 再只平狙将,借炮助攻 就可以形成杀棋的机会 这是红方为什么只平一步中狙的原因 因为有中狙的话 就可以形成一道防线了 所以呢,此局呢 黑方平炮一将 红方要平狙战中 等黑方一手 这样一走 下一步骑照样浮游一步 净理炮将的杀棋 那一方这手,又为何去而冲呢? 现在拱足吃狙,是来不及的 面对红方的这一步净理炮杀 感觉呢,好像可以选择平炮吃兵 化险为宜 下一步骑平狙将,也有杀棋啊 那当棋面走到这的时候 看起来呢,红方这一边呢 防不胜防 当时之不然 因为这一边红方呢 他还是有妙手可以解围 面对黑方的这一步平狙将尾角 红方这手,可以直接尽力炮来一将 逼一方走位 黑方这个炮枕的台 腾挪到底线 待会呢,利用炮竹来创造杀棋的机会 带一带这么走 已经为希望 红方这里呢,有一部妙手 就是退狙,硬砍黑方的中路竹 看黑方他如何抉择 现在对黑方的说 底边这个狙不能照头作杀 被炮所牵制 你拱底竹叫炮将 红方一上刷 又可以高枕无忧 黑方呢,压根就没啥威胁 你如果平狙吃红狙的话 我禁狙吃炮也是杀棋 必败 你如果呢,退狙吃红狙呢 也土劳无功 一红方一档平狙吃足 这一步禁底狙,连狙狙炮双杀 黑方呢,就彻底揽不住了 因为你仅剩当狙可以点将而已 压根呢,就没啥威胁 你平狙将,我就平帅战中 你平炮将,我就飞个向 刚好保住了算面 这样一来呢,面对红方的狙将杀棋 黑方必败无疑 所以呢,此局呢 当红方这边选择平狙到中路之后 黑方是来不及平炮吃兵的 这时候呢,黑方的阵手是平足了一将 把红方的帅引力到中路 这样一来呢,就失去了红方的这一步 退居吃足的机会 接下来黑方呢,再次平炮吃兵 化险为夷,为时不晚 那么到了这个旁边 红方现在,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有些球呢,为己球成 直接选择近离炮,来照江沙奇 却发现根本行不通 因为一方这时候呢,可以反过来 尽力炮 待会浮有一部炮竹的闷杀 红方现在底边的这个炮 又没炮架 双狙呢,又没有联动的杀棋 面对黑方的拱族绝杀机会 红方这时候十分无奈 就算呢,用狙跟黑方的聚约队也毫无意义 因为一方呢,拱族一将 红方算不能动 仅有电鞠这一步棋可走 黑方呢,就拱族 吃掉中路红方这个鞠了 红方现在呢,底边这个鞠无法逃离 尽管呢,可以用炮灭掉黑鞠 但也无济意识 因为一方呢,这手平炮打掉红鞠 下一步棋又可以架中炮来杀棋 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边炮兵,又无法形成连动 顶多呢,只能架中炮 形成一道防线而已 防着一方的平中炮杀 败已经为希望 黑方这一边呢,只要退炮回来就行 下一步棋利用双炮的优势 平底足,照样是杀棋 红方这手,谁也挡不住 必败 所以呢,此局呢,我们回到刚才的旁边 当黑方平炮吃掉底边这个兵之后 红方进底炮杀是好意义的 这里唯一的正手 只能呢,选择退区吃黑鞠来解围 那黑方现在呢,炮足无伤 灭对红方进去吃炮为假的机会 只能呢,先灭掉红鞠 双方对完鞠之后 又形成另外一个新局面 这时候红方呢,又当何去而从呢? 先红方进底炮杀 黑方抬炮就行了 红方呢,压根就没有威胁 如果进炮一将 黑方会把炮抬到竹林线上 这时候你会发现 红方里面的炮没炮架 你这个鞠又无从发挥 你平鞠呢 来抓黑鞠也没用 黑方平底竹将 反倒给黑方充当了炮架用 必败 而你这一边呢,如果进鞠吃竹 来抓黑鞠呢,也好意义 因为黑方这里呢,直接 平炮到那一线了 下一步骑,拱底竹又有杀棋 红方平鞠吃炮 根本是来不及 你现在拱兵将 黑方呢,就平鞠吃兵 压根呢,就没啥威胁 一旦这么走 面对黑方的这一步 拱底竹绝杀 红方呢,反倒败 所以呢,赤鞠呢,到了这个旁边 但黑方这一边选择 平底竹,吃掉红鞠之后 红方现在,唯一的阵手 不能进鞠炮杀 也不能平炮江 而是呢,直接选择 用鞠吃掉黑方的中鞠主 保住中鞠的内套 等黑方一手 这样一来局面就有所不同 下一步骑意图非常明显 只要平炮章类一江 引离黑方的泡面 就可以呢,埋伏于一部 鞠主的连杀,创造机会 而黑方这时候,眼看招杀无果 只能先下手为强 赶紧平底竹,逼着红方的鞠来约队 因为这时候如果红方平率的话 黑方平底鞠江 红方呢,就再揽不住 所以红方比我选择 只能用鞠硬换鼠 双方这么一队 现在红方这一边呢 仅有一炮三兵而已 黑方虽有一鞠双炮 但是这个鞠,却逃不开 因为如果逃鞠的话 哥们是逃不过的 红方这边敬礼炮江 你就得抬炮 我就可以平炮吃黑鞠 压根呢,占不到任何便宜 那为了呢,防止红方的敬炮江围剿 黑方就算用炮,狼做红炮 也吐劳无功 红方就进兵,灭掉黑鞠 因为不能让黑方的鞠得以保留 而黑方这时候呢,眼看鞠一丢 只能下掉红兵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仅仅是炮低兵而已 底边这个兵有没有根 压根就没啥威胁 这时候呢,别无选择 只能赶紧退炮回防 而黑方呢,平炮吃兵 红方这时候 只要架中炮就行了 先炮兵形成一道防线 你虽有双炮 却没有借帅助攻的可能 红方只要上帅下帅走先棋 双方,顶多就是一盘和棋 1 5 6 6 7 7 7 8 感谢观看